怎麼樣利用技術的型態 跟它關鍵的位置 關鍵的位置就是支撐跟壓力去判斷 行程量真的是長線看多 怎麼樣在它壓回的時候 去找適合的佈局點 它要攻擊的速度就會比較快 因為它基本上 它底部型態已經完成了 哈囉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好我們來到了曾鋒 這個時候我是曾鋒 我們延續上禮拜的主題 上禮拜講什麼 智慧車用電子 那智慧車用電子我們著重兩個項目 第一個就是自動駕駛 再來的話就是呢 坐艙內的智慧影音系統 這是我覺得我們比較看重的部分 好上禮拜我們說有幾檔股票 在這禮拜要跟各位分享 其中有車王電 有威盛 聯亞 力旺 同志 維生 胡聯 台辦 跟玉創 其實 觀念還是一樣 就是車用電子 好 我比較看好這幾檔股票 它 適合在什麼樣的 位置 下去操作 我在今天跟各位分享給各位看 來先看一下車王電 我們一檔一檔來看 因為我們這節目是屬於那種 持續在 比較有持續性的 不是很即時的 所以我們在分析的時候呢 我們取的區間 會稍微時長比較長一點 比較沒有那一種即時的點位 那所以各位在看的時候呢 我們最主要是分享 觀念 怎麼樣利用 技術的型態 跟它關鍵的位置 關鍵位置就是支撐跟壓力去判斷 譬如說我現在要做這個族群 我應該怎麼樣去拿捏我的進出場點 來 我們先看第一檔車王電 那首先我們把它的 K線 拉出來 我們是用周線下去看 看的時長呢 會比較 長一點 以周線來看 目前它是屬於怎麼樣 多方的格局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股價 多跟空最基本判斷的條件 就是 一條什麼 最基本的就是季線 那我們可以從周線來看 目前它的股價 都是維持在季線之上 好 那我們就要看 今天它能夠維持在季線 代表 它這個股價如果來到季線的時候 買起來是怎麼樣 相對安全的 至於壓力的時候呢 壓力我們要看哪裡 看往前推的大量K線的高點 就是說它未來如果要突破的話 在這裡容易出現比較大的震盪 那我們來看喔 往前推大概在 1月3號的這一根周K線 它出現最大量 周K線的最大量 的高點 是落在哪裡 73塊 也就是說 當它開始走漲來到73塊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這是利用技術型態 跟它的位階 來判斷它的進場點 跟壓力點 好來 再來我們看下一檔 這檔叫威聖 威聖近期特別的強 為什麼呢 因為威聖它的IC設計 它主要是切入元宇宙 再來就是車用電子 網通 它都有 它題材性是蠻廣的 所以威聖近期的表現是不錯 你看喔 從周線來看 它整個 帶量突破季線的壓力之後呢 有沒有看到這筆極線 突破季線壓力之後呢 開始這樣 一路的走漲 一路的上漲 好 現在上漲來到這裡 那接下來怎麼辦 如果你手上沒有的話 你不要去追 不要去追 為什麼呢 因為 漲多是這樣 最大的力量 沒有啦 我們不喜歡請各位去追股票 我們喜歡說 如果你今天有 我來幫助你怎麼樣去看壓力 壓力在哪裡 當然就是看 往前推最大的K線的高點 來看一下壓力應該是落在100塊附近 所以如果你有操作威聖這張股票的話 當它來到100塊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注意 它的量價的變化 好來 再看下一檔 聯亞 這是主語 底部起漲的 底部起漲的股票 你會發現喔 它從四五百塊一路的殺 殺到100塊之後呢 開始往上漲 上漲有量喔 但是重要的一點是怎麼樣 它這一條線 我看黃色這一條均線 黃色這一條均線 你會發現 它來到黃色這一條均線之後呢 始終是被壓著打 代表 它如果要接下來要繼續往上攻擊的時候 它這一條 黃色的均線 要帶量站上 代表 它能夠再繼續下一波的攻擊 那從它底部上漲的過程 它是量出走漲 所以說 它接下來 容易再進行第二波的攻擊 好 它如果能夠進行第二波的攻擊 那未來 要攻到哪裡 要攻到哪裡 很簡單嘛 你往上往前推 比較大的壓力很像是落在哪裡 2021年6月7號的這一根周線 這根周線會是比較大的壓力 空間好像還蠻大的 因為這一根周線基本上是看到260塊 現在它的股價也才174 所以它空間還蠻大的 只是說你要去 找它壓回買進的時機點 因為以目前來看 它要進行第二波的攻擊 不會太快 快 你要等它壓回 去找好的 大概是在150左右 150左右你來買 會是相對安全 那未來你的利潤的空間也會比較大 好啦 再看下一檔 利旺 這是高價股 今天是1365塊 我告訴你 它雖然近期很強 但是接下來 它的上漲的速度不會那麼快 為什麼呢 因為它落底技術型態 以周線來講 我們是看大的格局 大的格局 它的技術型態 還沒有完成 真正完成的時候 它必須怎麼樣 帶量突破 1570塊 注意1570塊 它必須帶量突破 以大的格局來看 帶量突破完之後 它一定會再上攻一波 近期來講的話 它應該不太容易 有太大的表現 然後再來 但是 我跟你講這些車用電子 其實那種真的是長線看多 怎麼樣在它壓回的時候呢 去找 適合的佈局點 現在就看未來 它攻擊的話 它比較容易遇到的壓力 會落在哪裡 你像同志這一檔股票 同志這一檔股票 它要攻擊 的速度就會比較快 因為呢 它基本上 它底部型態已經完成了 而且底部帶量 那它今天往上攻擊 它容易 遇到的壓力 大概會落在 260塊錢 附近 260塊錢 你就要注意 這檔股票是不是要轉弱 這是對 對於同志 告訴各位的一些壓力的分享 那再來看 維生 維生這檔股票 基本上 它的底部型態 反彈的底部型態完成 底部型態完成之後呢 你要看它前一波的壓力 前一波的高點 可以先看 6月21號這一根 周棒 它的量夠大 周棒的底部剛好跟前高 搭配起來 所以 這個前高 會是一個比較大的壓力 所以從這裡看 它的前高 基本上應該差不多落在190塊附近 190塊 好 再來的話 你看 胡連 胡連的話呢 基本上 它是屬於怎麼樣 長線多頭已經 出來了 長線多頭出來 在上漲的過程 當然我們 不管在任何多頭 在如何強勢多頭股票 它一定都是怎樣 鋸齒狀上漲 不可能一飛沖天 一條直線往上攻 那從胡連來看的話 基本上可以看出 它是長線多方格局 那既然是長線多方格局 我們就必須看它在上漲的過程當中呢 出現量價的背離才能判定它轉弱 如果沒有出現量價的背離的話 基本上這長線多方格局 可以讓我們操作一段很長的時間 這是我對胡連的看法 那再來的話 台磅 我是車用二級體的台磅 那基本上 它現在已經開始 挑戰 之前的 重要的壓力 重要的壓力 它是落在 7月12號這一根周線 這一根周線 它留下一根非常長的上漲線 那它收在 它的高點是105 其實高點不遠 所以 這一檔 我比較建議 它是怎樣 在 過高的當下 它如果能夠再亮出走漲的話 適合適時的切景 好 再來再看這一檔 裕創 基本上裕創它也是多重題材 原宇宙 它也有 高速傳輸 它也有 車用電子 它也有 所以說題材 它不缺題材 它主要是在等什麼呢 等怎麼樣 市場 市場 什麼時候再回來 再 願意 把資金重新 投回到IC設計師身上 那 預創 我相信 它 要脫離100 應該也不是問題 因為它很多題材加深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它的錢高幾乎就是已經落在100塊了 像這種股票 基本上它要再創高 應該也不是什麼問題 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好 那以上就是有關車用電子 我們認為說 比較有發展性的集団股票 來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那如果你覺得我們節目對你投資有幫助的話 歡迎訂閱、分享 順便按個讚 謝謝大家 小花湮 有 可以 我 有 有